这家公司很神奇 把创始人的脸当商标 而且最近还摊上很多事 说的不是老干妈 是金嗓子 最近金嗓子的董事长 外号江老娘的阿珍 被限制出境 而早在七个月之前 他就已经被列为了限制消费人员 那有假人就说了 火 老外吗这事 怎么回事啊 假人呢 不要急 把含片放下 这听我们好好来说 这事起因在2016年 这一年金嗓子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叫金嗓子食品 和两档综艺节目合作 投了八千万的广告 结果呢 合同签了 广告打了 金嗓子翻脸了 说什么合同没有盖章 收视率不达标 总之呢 一句话 那就是呢 效果不好 要钱没有 挨打打电 最后啊 这法院呢就判决 说不行 你得把剩下这五千多万的广告费给我付了 然而啊 这金嗓子的钱 到现在还是没给上 那有假人就问了 这不是缺钱吗 这是 假人呐 这此公司当时被法院冻结账户的时候 只剩了一百万现金 可问题是 他们母公司 也就是金嗓子集团 他不差钱呢 根据他们的年报啊 从一五年到一九年 这金嗓子的净利润 一直都在一亿上下 但人家这态度也很强硬啊 说钱 我有 还钱 咪门 这还不是个例啊 做不付款的甲方 他们还真是专业的 还是一六年 金嗓子找了一家媒体推广公司 做营销 赖了他们将近四百万 也是在这一年啊 一家展示设计公司 也起诉金嗓子 拖欠了他们一百五十多万的物料费 这堪称是让人闻风丧胆的 以防终结者呀 不过呢 上面这些啊 比起当年 他们骗巴西著名球星罗纳尔多拍广告 那都不算事啊 罗纳尔多那个广告 大家还记得吧 很多假人啊 就怎么都想不明白 你说大罗当年就为啥 他就想不通呢 拍了这么一个傻乎乎的广告 我们回到十七年前 江老娘啊 也就是阿珍 就说了 我就想让罗纳尔多来给我们带个盐 但是怎么样最省钱呢 哎 这样吧 请人吃个饭 合个饮 再给人三十万美金 当时肥罗也没多想呢 通通通 兴高采烈的就去了 最后呢 这合影就被拿来做神了广告 而肥罗的傻笑 也在我们的电视机上待了四年了 直到人家反应过来 已经无可奈何了 而最搞笑的是 没多久 金嗓子 由正儿八经 花了一千多万人民币 签了 也是巴西的球星卡卡 这次是正儿八经的签啊 有趣的是呢 这次金嗓子让卡卡呢 悄悄的来 不要伸张 问题是这种事怎么瞒得住啊 肥罗这边马上听说了 这是薪酬就恨的一气爆炸啊 啊 忽悠我就算了 凡事还把我老乡给签了 最不能忍的是啊 签我的身价 只有卡卡了五分之一啊 搞什么啊 可问题是呢 气归气 最后这事再次不了了之 所以你看看 有钱不给 联盟带骗 而这边的股价也不乐观呢 金嗓子 15年港股上市到现在 市值缩水了八成呢 也许啊 这金嗓子的这个喉宝 产品不缩 可是问题是 做为一个上市公司 总感觉 这路子有点偏呢 感觉 那有家人又说了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他们让球星代言候宝 哎 那我们可不可以 让歌手代言袜子呢 哈哈哈哈 家人哪 这个思路还可以 这样吧 主持人代言加脚托 你看这个怎么样 真的才是深入心 就是点赞交代助